洛杉矶拥有1800多万人口的全美第二大城市,西海岸最大都会,美国第一大海港,有着天使之城的美誉。 提及它,你一定会想到文明侠尔的好莱坞,迪斯尼,圣摩尼卡海滩,这里还是两届夏季奥运会的举办地,如今,科比和他的胡人队风鸣全球。 每天都有数亿万计的游客或新移民来到这座充满生机的城市,旅游观光,或者追求梦想。 然而,你能否想象,仅近70年前的洛杉矶和今天全然不同,它曾经雾霾肆虐,民众苦不堪言。 由于这里三面环山,一面向海的地理状态,使得雾霾难以吹散,长期驻守。 加州标志性的充足光照,又导致强烈紫外线,光化学反应一触即发。 事实上,时至今日,洛杉矶仍旧是全美空气污染最为严重的城市。 于是,带着疑问,我来到这里,试图探寻这半个多世纪,洛杉矶人追寻蓝天白云的轨迹。 此时正值洛杉矶的金球时节,在周末的正午,阳光暴晒,气温非常的热。 在我身后的山腰上,文明侠尔的好莱坞招牌是清晰可见。 你可能很难想象,70年前这里发生过严重的光化学污染。 这之后,长达半个世纪的雾霾相生相伴。 在好莱坞的星光大道,我随即采访了不少的游客, 问问他们对今天洛杉矶的空气质量是否满意。 在这里来自于 wij住的水平平平过 plag。 如果您会有任何想象,可以向您说引发的水平平平平平平。 Bio-10 for best, which number will be 7? How about the situation in Massachusetts? It's great, it's like a nine or ten. I would say nine, I think it's fine here. I'd say eight. I mean compare with New York, which one is better? Parts of New York are much better, and parts of New York are worse. It depends if you talk about the city or the state? 如果談到紐約市場,可能會更差,其他地方的紐約市場會更差。 韓州的,韓州應該是可以了,但是能看到藍天白雲,未溯過多的幾天。 9分吧。 你覺得9分? 和上海相比吧。 和上海相比。 你覺得上海現在空氣污染的嚴重程度已經超過這裡? 因為我本身有很嚴重的咽喉嚴,但是我從上海出來到這邊就感覺好多了。 你從哪裡來? 我從 London。 從 London,你從屁所屬的地方。 你從屁所屬的地方,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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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你從屁所屬的地方是在1970年代、1980年代嗎? 在中國嗎? 不是,在大陸! 在大陸,你從屁所屬的地方。 是的,是,我從來從70年代也有很嚴重。 哇,你覺得現在更加快? 是,肯定更加快。 之前有一个黑暴露 在看外面 但现在你可以看外面 你觉得景色更好 对你更加更加更加有点心思 我认为每个人使用公共交易 消息系统就更好 人们使用青水 都更好 我觉得它更好 他们在放入法律 让人们制作改变 所以我认为它更好 故事要回溯到1943年7月26日 正值二战的那个佛小 当洛杉矶居民从睡梦中醒来 眼前的景象让他们以为 受到了日本人化学武器的攻击 空气中弥漫着浅蓝色的浓雾 矗立的高楼与街边的汽车被全部吞噬 太阳也变得模糊难辨 走在路上的人们闻到了刺鼻的气味 他们看不清方向 认不出警雾 很多人把汽车停在路旁 擦拭不断流泪的眼睛 每个人都狼狈不堪 眼睛红肿 喉咙嘶哑 脸上灼烧一般的刺痛 50年以前 这几岁的汽车很糟糕 我们会有60和70车 在一单的车子 因为他们在离车上没有看到 因为他们在离车上没有看到 原本应该是诗人宜人的西韩都会 一个美好的清晨 就这样被彻底毁掉了 街边人们的恐慌触目惊心 视线不清的司机紧张地左右避让 妈妈抓起受惊的孩子 躲进路边的建筑 政府很快出来辟谣 这不是日本人的毒气 而是大气中生成了某种不明的有毒物质 人们不由想起不久前令人心悸的伦敦烟雾 无法相信洛杉矶这样一个从来阳光明媚的城市 也被无情淹没在了烟雾之中 这是洛杉矶有史以来第一次遭受雾霾的攻击 人们以为只是偶然的天气现象 却不知道他们面对的将是一场长达半个世纪的雾霾战争 从这一天起 雾霾成为了洛杉矶人的家常便饭 也欠进了一代人的集体回忆 胡绍基 洛杉矶第一位亚裔市议员 1940年 他的父亲从广东开平的家乡 来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求学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不得不留在美国 战争结束 胡绍基的母亲带着两个女儿赶到美国与丈夫团聚 1951年 胡绍基在洛杉矶出生 童年和少年时代 他一直以为 雾霾是所有地方都有的正常状态 我认为 als a child 我只是在这种习惯 在其他话 我没有任何基础 所以我认为当时 我当时在在洛杉矶 我只接受了 我只能在洛杉矶 和平时的水平 我当时在洛杉矶 和平时的水平 我当时在洛杉矶 和平时的水平 我当时在洛杉矶 与胡绍基不同 他的姐姐Pat出生在中国 1940年代 还是婴儿的Pat被母亲带到了洛杉矶 听说这个华人大家庭 每周末都会聚集在 今年已经99岁高龄的母亲家 陪母亲到中餐馆共进晚餐 我决定上门拜访 半个多世纪以来 胡家有三四代人在洛杉矶生活 今天我就会来到 位于洛杉矶郊区蒙特利公园的胡家 来采访上世纪40年代 就来到了洛杉矶 曾经见证过洛杉矶空气 最差的情况的胡家姐妹 我和洛杉矶 我和洛杉矶 中文字幕提供 I think at some point we did have an incinerator in our house on Virginia Road and it was way back in the corner I remember putting trash in there I work during the summers for the Department of Water and Power in downtown Los Angeles and when it was hot during the summer we had no air conditioning we were in one huge huge room and you could see the haze coming in into the building into the office just sort of seeping across 如今73岁的Pet已经移居圣地亚哥每个周末她驾车两三个小时回到洛杉矶和母亲以及兄弟姐妹们聚餐 与姐姐Pet出生在中国不同曾经担任洛杉矶时报记者的妹妹Elaine 1954年在加州出生 她的童年记忆中在户外玩是一件快乐并痛苦的事 I don't really remember the 50s but I know in the 60s I remember the brown haze I didn't really know what smog was I just knew that especially in the summertime the sky would get very brown and I wouldn't be able to see the mountains We have beautiful mountains right that we on a clear day we can see outside the window here at my parents house but growing up you wouldn't know that there were mountains there because the smog was so thick 这就是洛杉矶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情形 家家户户都在后院点着不完全燃烧的垃圾堆 孩子们想在蓝天白云的户外玩耍 几乎是奢求 这或许要归功于20世纪30年代以来 洛杉矶的经济腾飞 曾经干燥 纯净的空气是这里的天然招牌 嗅觉敏锐的商人们甚至把南加州定位为 饱受哮喘 支气管炎 肺结核和酒精中毒之扰的人们 绝佳的修养场所 一个外来者曾这样写道 林荫大道的风吹过随风摇曳的大树 显眼的花朵 轻轻地拂过那翡翠一样的草地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随着同盟国用于制造飞机武器的资金 大量流入 成千上万的商人 游客和移民涌入这里 美国人迷上了西海岸 于是产业多样化带来了纺织业 轮胎和家具行业的迅猛发展 到了1949年 洛杉矶的渔业产出超过了波士顿 汽车产量更仅次于底特律 于是曾经令洛杉矶引以为傲的空气 突然变成了梦魇 甚至波及周遭 当 air pollution hit here in the 1940s during World War II the politicians realized they needed to do something to control it and so they formed county agencies here the problem was in this area where you have four counties most of the pollution comes from Los Angeles County that's where all the industries are and most of the population and it blows downwind to the other counties like Orange County or Riverside County those counties didn't have any political control or legal control over all the sources of air pollution in Los Angeles County but had to breathe the air downwind William Kelly 曾经代任南加州空气质量管理局发言人13年 2008年 他和资深记者 Chip Jacobs一起写作《洛杉矶霧霾奇迟度》 这本纪时书籍府一上市就大受欢迎 作为土生土长的洛杉矶人 Chip Jacobs说 《关心雾霾》写作这本书 它几乎是出于本能 I can't forget it my lungs still remember it more importantly I grew up in the foothills of Pasadena where it was incredibly smoggy for a residential community the mountains where I used to hike and ride my bike and cause trouble with my other teenage friends they disappeared in the summer from the thick gray brown cloud of smog when we'd try to go play baseball often times we can only last an hour because our lungs ached so badly and people's nose were running and they had headaches and actually smog made you lose concentration and it was a very painful time to be a kid 随着情况越来越糟 雾霾天越来越频繁 居民开始出现恐慌 洛杉矶市长福彻布朗 信誓旦旦地宣称 四个月内一定永久消除雾霾 很快政府关闭了室内一家化工厂 他们认定化工厂排除的丁二锡是污染源 但雾霾并没有缓解 很快政府又宣布全市30万焚烧炉是罪魁祸首 居民们被禁止在后院焚烧垃圾 然而雾霾依然没有减少 政府于是失语了 在那些日子里学校停课工厂停工 人们涌向医院接受治疗 医生们普遍怀疑雾霾是这些疾病的根源 身处洛杉矶的好莱坞明星们 用另一种方式表达着自己的不满 一个演员想出了雾霾罐头的点子 你有敌人吗 有的话省下买刀的钱 把这个罐头送给他吧 这种罐头标价35每分 在游客众多的商场里出售 在位于洛杉矶市中心的 南加州空气质量管理局 我见到了这一罐文明侠耳的 非常珍贵的洛杉矶雾霾罐头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罐头上面写着 纯净的洛杉矶雾霾 成分这一栏里面著名了 包括有像是碳氢化合物 氮氧化物 硫化物等等 这还有一句标签 这可是好莱坞大明星们也吸的雾霾 你看在这还有注意事项 如果你想要确保这瓶雾霾的 新鲜度和纯净度 那你一定要保持这个罐子 是被密闭封好的 处处都体现了当年 深受雾霾折磨的洛杉矶人 那可爱的黑色幽默 事实上黑色幽默也延伸在 每一个洛杉矶人的生活之中 在郊区克莱蒙德的波莫纳文理学院 我见到了长久关注环境保护史的米勒教授 1972年18岁的米勒 从美国东海岸来到加州上大学 洛杉矶独一无二的雾霾 使他大吃一惊 他立即买了一大堆雾霾明信片 寄给远在东部 从不知雾霾为何物的家人和朋友们 如今43年过去了 这张凝固历史的明信片 一直跟随着他 每次搬办公室 他都会把它摆在桌前 这张颇具历史感的明信片上 并非我们熟悉的那些绚丽夺目的城市美景 航拍角度的尽头下 是六十年代末 七十年代初 洛杉矶市中心的高楼大厦 和模糊不清的天际县 远处山顶的白雪 若隐若现 一切有如被炖在一锅 严糊糊的独物之中 这种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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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认为在每个地方 他们只想展示 这个地方的明亮 是的 这必须改变 有勇有萌的洛杉矶人 很快开始采取各种方式 发出结问 要求真相 维护自身 呼吸清洁空气的基本权利 带着对于家中美好憧憬和想象 来到这里的米勒教授 见证了普通公民的愤怒和觉醒 他印象深刻 最先挺身而出的 是一群家庭妇女 1950年代 这些居住在洛杉矶高档社区的 中产阶层女性 自发组成了一个团体 他们给自己取名 驱除烟雾 英文首字母缩写 巧妙地符合国际通用求救信号 SOS 有男人轻蔑地嘲讽他们 是涂着睫毛高的女斗士 他们 却很快证明自己 绝不是作秀 而是积极的行动派 做调研 写报告 向州长进言智力倡议 并一次又一次 发出质地有声的结问 为什么 为了我们还要留下 世后世后世后 世后世后 世后世后 世后 SOS 是一位 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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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 一位 一位 二位 我 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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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人都在追问 罪魁祸首究竟是什么 最先站出来的是洛杉矶当地最大的媒体 洛杉矶时报 他们雇佣了一个空气污染专家 就雾霾展开调查 得出的结论是 空气中的大部分污染物 来自汽车尾气中 没有燃烧完全的汽油 小部分则归咎于工厂的废弃 以及各家各户的焚烧炉 然而这一结论很快受到了反驳 美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福特公司的工程师宣称 汽车尾气会立即消散在大气之中 不可能制造雾霾 在美国的车车专家 很强烈 很政治力 所以他们在国际上 在国际上 他们也在国际上 也在国际上 所以那些科学者 反抗他们 发现他们的经验 都被拒绝了 拒绝了 经济投资金 经济投资金 所以这就是 我们叫做困难 这是一个很困难的政治战 谁都没有想到 一名来自荷兰的科学家 通过实验 揭示了真相 并由此 成为后来半个世纪 对于洛杉矶这座城市 最为重要的人 1949年 一个炎热的清晨 有着明亮眼神和文艺气质的 荷兰化学家 阿里哈根斯密特 在他加州理工学院的香味实验室里 忙着提取生波罗的香味 配方城市和浓郁的香味 弄得头晕眼花的斯密特 决定放松一下 他走出大楼 沐浴在阳光里 希望呼吸几口新鲜空气 可是吸进去的空气 不但没能使他神清气爽 而且简直是粗糙浑浊 像漂白剂一样 刺激难闻 49岁的斯密特 患有严重的咳嗽 他本能地感觉到 哪里不对 决定转而研究 大气污染 他一样的唾大 西方的西方 ever 我说这些东西 没有人会 我认为我认为 我们会建立了后 一个库南库的 它会是在一面的 中央的方向 让人知道 这就是为了你还可以活着 前远 Datornos到国家裳迦 Khan,са论去做它的 最后做性感觉呢 他们有不行的摄金주고 病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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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 就像其他人的問題 他工作了幾天幾天 他解決了 砂漠的效果是 舌頭瓣瓣瓣 融合在明亮的天氣 用氧氧瓣 製造氧瓣 和其他非常嚴重的部分 哈根斯密特教授的重大發現 一時積極千層浪 1951年 霧霾甚至有了 以他命名的新外號 哈根煙霧 然而他狠狠得罪了 當時洛杉瓣經濟的支柱 汽車產業 在他所在的加州理工大學 他被迅速孤立起來 同事們的閒言碎語 和各種嘲笑扑面而來 同時 一些民眾 也開始了對斯密特的 惡意攻擊 他們怨恨他 將霧霾和汽車排氣管 聯繫起來 認為他在暗示 開車的普通民眾 也負有責任 他很帥 他有很大的背筋 有為獨立ектор 外套 開車 開車 這些車 開車 開車 中 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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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事实证明 斯密特教授是对的 二战后的经济腾飞 使得大量工厂和人口 涌入了这座西海岸的希望之城 洛杉矶在短时间内 成为全美汽车数量最多的地区 车轮上的城市由此而来 洛杉矶从上个世纪初开始 就一直是在美国机动车 拥有率最高的地区 一直到50年代 洛杉矶都是领先 美国其他的都市区的 从科学研究注意到汽车尾气排放和空气质量之间的关系开始 他们就开始研究到底是什么污染导致的 就是什么排放 然后很快就集中到这个硫化物和氮氧化物上面 这是洛杉矶人第一次明确意识到 原来给他们带来威胁的雾霾 就出自自己心爱的汽车里 他们不得不面对一个 早有预感又不愿承认的事实 每个人自己就是污染源 从二战经济起飞之后 洛杉矶的版图就在不断扩大 摊大饼的城市格局和跟不上需求的公共交通系统 使得私家车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生活必需品 哈根斯密特教授的研究结果公布后 政府依然没有采取有效行动 只是建议居民尽可能地少用汽车出行 来减少尾气排放 50年代初 洛杉矶再次发生严重的光化学烟雾污染事件 两天内因呼吸系统衰竭死亡的65岁以上老人 达到了400多名 1950年 有7万1000多名居民因为空气污染搬离洛杉矶 这时政府才开始真正意识到雾霾的严重性 时任加州州长奈特匆忙飞到洛杉矶处理事故 他任命斯密特教授在加州理工的同事贝克曼领导专家组 加强空气污染控制 经过一系列调查之后 专家组提出了六条建议 其中包括放缓重污染行业的增长 建立高效公共交通系统 逐步淘汰使用柴油车等等 80年代当选为洛杉矶第一名亚裔市议员的胡哨基 由于从小到大 对于雾霾的深刻印象和切身体会 开始积极参与洛杉矶的公共交通建设 并主持了洛杉矶最早的轨道交通系统项目 在人人都爱私家车的美国 尤其是对于车轮带来的自由 无比热爱的洛杉矶 这项工作并不容易 你认为公共交通系统 在1980年代当你工作了吗 没有 因为需要的更大 比政府能够得到 与其中一个增长的国家 和一个增长的经济 它被认为 Los Angeles需要很大的公共交通系统 而且车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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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 车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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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和聚集原因剖析的一清二楚 他写道 在城市的一边分布着石油工厂 几个精炼厂每天处理成千上万吨石油 另一边 洛杉矶公路上行驶着的近50万辆汽车 每天大约累计消耗12000吨汽油 即使燃烧率高达99% 仍有120吨未燃烧的汽油被释放到大气之中 而东南北三面的环山 阻止了空气污染物的扩散流通 高空的暖空气 由于轻于密度更大的冷空气 又犹如锅盖 使得污染物无法垂直扩散 他们就开始针对油料的品质 和汽车发动机的品质 开始进行要求 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突破 就是三元吹化器 在1970年代 投入应用的三元吹化器 大大的降低了汽车的尾气排放 三元吹化器 又称吹化转化器 是一个安装在汽车底架上的装置 通过引入化学吹化剂 可以将尾气混合物 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等无害的物质 从源头上降低油毒尾气的排放 不必改变车轮上出行的生活方式 又可以减少污染 这当然是双赢的好消息 最重要的关键是 提升技术的技术 提升技术 所以商人可以继续做 他们可以继续做 他们可以继续工作 他们可以继续转移转移 到处备到处备 然而 起初需要多付出的这一点代价 也并不会轻而易举就被接受 1966年 加州车辆控制部门 要求所有这一年款汽车出产时 就安装尾气进化设备 这当然毫不轻松 美国底特律的汽车贸易制造委员会 抵制任何提升生产成本 抬高零售价格的事情 而最终 来自海外同行的竞争 使得难题迎刃而解 软公司是非常贵的 他们已经看着到什么其他人的一个人 都在开心 而他们辞职 不过我们科技 他们比较力 用这个新的工具 更多工具 他们会让自己的工具 很贵 the ones that actually met the regulations first were the japanese car makers they were by far more cooperative and more industrious honda toyota you know dots and slash nissan they were the ones that show it was possible from an engineering point of view to produce a really nice efficient car that wasn't coughing out all this terrible brown and gray gunk that would go up into the atmosphere and form smog 在斯密特教授的研究发布后 洛杉矶雾霾的罪魁祸首已经非常清晰 机动车排放的废气占了每天2500吨排放总量的80% 石油工业的贡献则位居第二 六七十年代为了有效治理空气污染 加州空气资源局联邦环境保护局和南加州空气质量管理局 这三个分别代表州国家区域的非常重要的政府机构相继成立 首先诞生的是在州一级层面 1967年在时任加州州长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罗纳德·里根的支持下 加州空气资源局成立 这是加州在全美范围内为有权单独制定自己的汽车尾气排放标准 而不懈努力的结果 加州的一级层面比国总统的压力更弱 加州的一级层面 但是国总统的级层面是一个国家的级层面 是一个目标让所有国家到达的目标 加州的一级层面有最严重的污染问题 因为我们有最大的群人 在最大的区域 和最大的汽车尾气质量的汽车尾气质量 空气资源局设立了捆绑法规 强制汽车制造商给所有在加州出售的汽车安装催化转换器 并很快开始执行严厉的汽车排放标准 由此 加州成为了美国第一个 也是迄今唯一一个发布自己的排放标准的州 也就是说达到联邦标准 汽车产品将能在全美其他49个州出手 而若想进入加州 你必须拿到空气资源局的认证 车公司想要联系 因为他们不想要在这市场卖车卖车 有些政治人们说 如果您不接受 安装什么叫做的 这种危险的化学物 进入危险的化学物 如果您放在车上 甚至您把货带的货带给客战 我们不会让您来到这里 或我们会罢了您 或我们会让人们知道 您是非货带的 他们不会想买您的车 所以他们有很多压力 结果他们说 好,我们会一起去做 但他们并不愉快 尽管起初有1万个不情愿 神奇的是 40余年过去 如今汽车企业 都已经以能生产加州标准的汽车为荣了 70年代末 洛杉矶车辆年减成为了常态 然而 尽管尾气处理设备不断升级 但臭氧等污染物的浓度 依然居高不下 直到80年代 人们才意识到 除了尾气处理 燃油品质也非常重要 加州空气资源局和美国联邦环保局决定 要求石油公司开发并销售更加清洁的汽油 新配方汽油严格规定了有机物的挥发率 以及汽油中的本 方向厅和西厅的相对含量 油品的提高呢 在我们美国他们讲 是说是他们叫server bullet 就是银子弹 或者我们中文讲叫杀手锏 加州政府就认为我们要大力的 要严格控制油品的质量 那么油品质量一旦控制上去以后 它就比那个引擎的那个 严格更有效 为什么呢 引擎严格你总是要等这个 在道路上跑的这些老臭的车 逐渐被淘汰之后 才能看到这个新的技术 它的这个减排效果达到一定的 起到一定的这个 看到一定成果 但是这油品一旦提高了以后呢 就在大陆这个道路上 加州道路上跑的每一辆车 它的排放都显著降低了 事实上 20世纪70年代 催化转换器的推广 以及之后汽车引擎的改进 和清洁汽油的发展 为减少汽车尾气排放 打下了坚实基础 老旧喷黑烟的汽车车型 正在慢慢地被高效 无污染的新车取代 在过去40年中 洛杉矶的汽车总量增加了三倍 而尾气污染却降低了70% 虽然司法机构和州议会贡献巨大 但很多人都认为 加州空气资源局的首任主席 哈根斯密特教授鞠躬至美 1967年加州空气资源局成立 哈根斯密特教授成为了第一任主席 48年来 这间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实验室 每天都在进行着 跟汽车尾气排放相关的 多项实验 成为了最权威的检测数据 加州空气资源局 负责整个加州的机动车排放管理 与引擎和尾气管理一样 加州制定政策 对于油品质量的要求也比其他各州更加严格 因而油价也要更高 以尾气排放中 以铅和硫为主的无机毒素为例 如今铅已经从绝大多数国家的汽油里销声匿迹了 但硫燃烧形成的二氧化硫和硫酸盐 仍是雾霾和城市酸雨的罪魁祸首 如今洛杉矶和全加州成品油执行的硫标准为10ppm 美国全国将于2017年追赏领跑的加州 在空气资源局的哈根斯密特实验室 有专门的部门负责检查油品 从电油厂开始一直到加油站 每一个节点都不能调以轻心 油品如果在检查的时候发现有问题了 对于石油的燃料的工业界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举措 被我们发现了 这种发现有可能是说有人汇报 有可能是我们随机抽查 那么一旦发现问题 那么整个这一批油都要封存 根据情况 那么由我们的执法部跟猎用厂进行交涉 最后决定到底是要赔偿 要罚金是多少 并不是简单说 你由于这批油你赚了几百万钱 你把这个利润交回来 并不是这个概念 我们拿的钱可能加一些罚金 意思就是说你这批油使用了 对加州空气污染造成了多大损失 那么我需要用你这笔钱 付一些别的减排措施 把你造成这个污染给我捡回来 所以这个会相当高昂 远远高于他赚的这个利润 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美国这种 就是执法的这个思路 就是说我不可能每个人都抓 都查很严 毕竟有一些漏网之余 而且可能比例还很高 那么我只能是通过这种高罚金 让你意识到你去做假了 你的风险就很高 有震慑作用 你可能说你一百次礼拜 你有99次都逃掉了 但被我抓到一次 你赚的利润再加上翻几倍 你可能就完全得不偿失 据您所知 最高的罚金可以去到多少 最近我听说一个十几个million吧 一千多万 除了石油行业 汽车企业也必须始终保持 达到尾气排放标准 这事关汽车的引擎效率 和一定里程之后的实际排放 美国最新法规要求新车出厂时 公司必须提供实验数据 说明以何种技术 保证新车在行驶15万英里后 依然排放达标 新车出厂有一个排放标准 当初就是在加州政府 在制定这个标准的时候 之前也是就是只对新车上路有标准 那好多车在出厂的时候 是达到标了 但是过了两三年以后 这个标准它就不达标了 这个车就变成一个就是叫 我们叫heavy pluter了 就变成一个很严重的一个污染源了 那所以后来呢 这个加州的这个空气资源委员会 他们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 所以现在的这个标准呢 不光是新车出厂要达标 你要认证 认证的时候认证 你要在开多少年多少卖之内 你这个车的排放还是要达标的 这个老旧的标准和新车 依然是执行一样的标准吗 对 对 是一样严格的 那并不是说这个车开了十年以后 它对它的排放标准就降低了 当然 每天一百多万辆汽车 在加州各大公路上忙碌奔驰 全部检查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加州空气资源局 依然采取抽查车型模拟实验 一旦落网就重罚的方式 2015年9月 德国大众集团柴油车 使用作弊软件 用以识别汽车是否处于检测状态 以调控尾气排放 导致车辆运行时 真实排放的氮氧化物超标 达到限值的40倍 这一给大众带来巨亏的惊天丑闻 就是在这样的实验中 被抽查现行的 这里就是一台实验用的 大众的柴油车 在实际的实验之中 它会完全模拟这辆车 在路上行驶的真实情况 我现在就来试试 现在定个准心 就是我这辆车目前的速度 我要根据这条线的要求 来使它加速或者减速 达到实验的要求 它是在模拟真实的 路上开车的体验 因为我们在路上开车的时候 有时候会加速 有时候减速 有时候会停车 也会有拥堵的情况 有点像玩电玩游戏 我们做的就是厂商 他们会提供认证 就是说把他们测试结构交给我们 然后我们就是 把他们的车拿来以后 放到我们的实验室 在测里面认证 它是不是真的是过关 对 那如果它有意地使用了这个软件 使得在测试的时候 它是过关的 是达标的 但是在路上完全又是另外一种情况 我们在测试的时候 怎么样去防范 因为这次大众的话 它就是说它在实际路上高 但是在实验室低 但是我们实际上在实验室里 我们也可以做实际的 那个在路上的情况 所以说我们就是也可以做 也可以发现他们 然后整个过程 然后测出来的排放 就是来跟最后 就是法律规定的那个标准 排放标准来比较 就是说如果超标的话 那这个车就可能会被召回 我们有一个随意的信心 在这些年代的历史上 跟车软件的销售 开始试试的东西 是由于工程人员 我们试试的结果 然后试试试 但是这个意思就是 在为良好的商品 和新的销售 我们希望工程人员 在我们的确认 他们的执法理念呢 就是说 他们认为 就是说这个工业界厂家 永远是比执法者聪明的 因为他们更了解技术 他们也更明白 这个自己的这个设计里的细节是什么 这个不可能要求 做环境的人 做大气的人 能够了解一个引擎技术怎么设计 引擎里面的软件怎么书写 那他们采取的措施是什么呢 就是 就是 我让你自己 你自己来说 你达不达标 然后呢 我来 抽查 As to the VW cheating scandal can we say there is some kind of loophole in the let's say supervision process No, we still feel that the process that we follow is fundamentally sound What is troubling about the Volkswagen situation is that the manufacturer took deliberate steps to deceive regulators and in that situation you undermine that trust that has been built by all manufacturers Will you make the regulations stricter to prevent this kind of things happening again I think it's a matter of looking at the situation different ways We have very strict regulations in place now It's ensuring that those vehicles that are actually introduced to the market are doing what they are promised to do 对于尾气排放的检测 不仅仅限于汽车厂商 每一位车主也必须进行常规年检 作为一个车主 你有义务在你的车运行了一段时间以后 有义务定期的去做那个smoke check 去捡你的车 到那儿呢 你到了那个那些检测点呢 他们也是把你那个OBD里的数据拿出来读一读 一看各方面在我的这个标准之内 那他就认为这个车还是达标的 但是如果他发现这个OBD的数据有问题 明显的超标了 那么那他也不会说 就是他会要求你这个车主对这个车进行维护啊 维修啊 这方面的工作 他是有这样的要求的 但是如果他发现某一个品牌的某一个型号的车 有大量的就比例很高的超标了 那他就要把这个责任追溯到当初的这个出产厂家上去 在加州呢 那么所有的汽车在使用了六年以后 每两年都要到这里进行一次OBD的检测 看看尾气排放是否能够达标 现在我刚刚乘坐的这辆车呢 就刚刚进行了一个OBD的检测 这是他最后的报告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显示 他是通过了OBD2的排放检测 那么如果一辆车是无法通过这个检测呢 在这张报告单上就会详细地打印出来哪些方面 他是不达标的 之后呢 就必须要进行相应的维修检测和修补 否则是不能够上路行驶的 消费者买到的燃油究竟有着怎样的碳足迹 南加州空气质量管理局曾制作动画 把这种移动污染的全过程展现得一目了然 在这个纪录片中显示 相较家用小型汽车 重型大卡车的尾气污染更加惊人 加州空气资源局 有1400多名员工 其中130人负责机动车执法 这之中还专门设置了20多个路边检测员 他们如果发现有大卡车冒着黑烟 可以随时蓝停车辆当场检测尾气 按照规定 大卡车上路必须安装尾气过滤装置 如果检测员发现卡车在裸跑 罚单就会随之而来 在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 一大清早我跟随路边检测员们 体验了一次道路执法 这就是一个超市场测试 这是超市场测试 对 你问的是什么测试吗 这个测试 这是一个测试 古车和新测试 这车是多少年 什么年车呢 什么年车呢 1992 看到卡车按规定安装了过滤器 检测员给车贴上了过检标贴 这辆巨无霸的运刹车就没那么幸运了 检测员敏感地发觉 它的排放有点问题 被拦下后 女司机打开引擎盖 果然卡车没有安装过滤器 为一台货运卡车安装 烟雾颗粒过滤器的成本 大概是在17000美元到2万美元之间 很多货运公司的老板觉得非常昂贵 不愿意安装 州政府会给他们提供另外一种方案 如果你不想给你的卡车安装过滤器 那么你每年可以最高跑2万英里 并且要达到州政府的排放标准 那如果你想多赚钱 你就必须得给你的卡车安装过滤器 不少的老板既想多赚钱 又不愿意花这笔钱 他们就会在自己的里程数上进行瞒报 而今天的检查 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这个 检测员开始进行排放检测 根据卡车使用年限表和里程数对照 判断是否超标 这辆车2015年1月的里程数是54万多 现在过了近一年 竟然只有7000多 显然车主对于里程表动过手脚 所以我说他们可能改变了 这种设计划 所以他们可能改变了 所以他可能改变了 这种设计划 这种设计划 开车的女司机也是一脸委屈 她说她只负责打工 并不知道老板在里程表上动过声小聪明 但说起过滤器 她盲说确实知道空气资源局的相关规定 可要安装实在是心疼 相对于将近两万美元的过滤器 偶尔路边抽查一千美元的罚款 就显得容易承受得多 但在空气资源局规定的期限内 所有卡车依然必须安装 否则就将不能上路 长远来看拖延一时意义不大 回过头来看 在环境保护方面 加州之所以一马当先 与法律的进步关系重大 1960年代末 随着美国民权和反战运动的高涨 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开始关注环境问题 1970年4月22日 2000万民众在全美各地 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 呼吁保护环境 这一草根行动最终直达国会山 立法机构开始意识到 环境保护的迫切性 后来这一天被美国政府定为地球日 这些努力促成了1970年 清洁空气法修正案的出台 这部新的法律将大气污染物 分为基准空气污染物和有害空气污染物两类 并第一次界定了空气污染物的组成 在法律草拟过程中 洛杉矶在整治环境污染方面的众多经验 被拿来参考 也就是在这一年年末 国会授权联邦政府组建了联邦环境保护局 来负责监督法案的实施 联邦这个空气清洁法呢 特别授权给加州 也能够订立这个排放的标准 在这些移动员上 所以加州政府就靠这个授权 来订立这个所有汽车卡车的排放标准 因为只有加州有这个权利 别的40个九州都没有这个权利 清洁空气法还规定了公民诉讼条款 原告可以是公民地方政府或非政府组织 也就是说任何人均可对违反环保法律的行为提起诉讼 而不需要与诉讼标的有直接利害关系 这条联邦法律赋予环保部门的使命是 不考虑经济成本 而以公众健康作为唯一目标来制定标准 既然追求的是健康 那当然不会是一劳永逸的事情 45年来联邦环保局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再次提升空气质量标准 因此加州的努力一直在路上 我们已经在减少污染的努力 我们已经给予了非常好的空气质量 但我们仍然有很多方向 因为我们的额纳是健康基础的 我们并不是说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努力 减少污染的努力 而现在我们可以停止 我们只能停止 在美国从事空气质量保护的政府机构 分为三个层级 联邦的层面叫做 Feder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也就是联邦的环境保护局 而在州的层面叫做 Air Resources Board 更多的是州的空气资源局 而今天我要来到的这个地方 更多是区域性的 南加州空气质量管理局 更多执行层面的工作 将要他们进行 南加州空气质量管理局 与加州空气资源局 有着细致的分工 与后者更多负责车辆移动端排放的 空气污染不同 南加州空气质量管理局 则监管工厂 企业排污等等 其他方方面面的污染源 1987年 是联邦清洁空气法案 要求加州达到健康标准的 最后期限 在距离其只有一年的时候 加州似乎达标无望 很多人已经决定放弃 这时 一位不能不提的铁腕人物 开始执掌空气质量管理局 他就是物理学家 詹姆斯·伦茨 在随后的十多年里 他成功引导洛杉矶 走上了清洁空气的道路 中央污染 说到做到 伦慈在1986年之后的短短几年内 成功地为诸如发电厂 炼油厂 玻璃制造厂 航空航天公司 以及钢铁厂这些大产业 制定了新规则 对汽车推行严格标准 要求炼油厂生产清洁燃料 甚至对于烧烤 气溶胶喷入罐 以及其他常见的家用产品 所产生的烟气都严格规定 不开玩笑地说 连纸加油也得符合清洁空气的标准 我认识你曾经认识了 你的团队是太多厉害 在制作法和规则 人们和那些大业商业 恨你吗 你知道我们的大业商业 人们和大业商业 和团队是非常伤害的 人们和大业商业 给人们做造成了 于商业 良心情 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业商业 在这些公司 但小商业 伤害我们 他们无聊天 他们认为难以怎么成功 without it was difficult sometimes. And we did have to change some rules on occasion because the technology didn't develop and people were so concerned about it. We would go back and try to find a way I eventually created what we call an Office of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its whole goal was to work with small businesses and find ways that they could clean their operation. Because a business that makes small parts doesn't have a research team to come up with new technology. So we tried to help them. For example, we passed rules for restaurants because when you fry food, you make air pollution going into the air. But most of the restaurants are small businesses. They don't have staff to come up with. So we created a team that actually worked with the businesses to come up with a way. And actually, we did. We came up with a catalyst that we could put on where they're frying food. And it would take away a lot of the air pollution. Lundsci全面而细致的策略 产生了巨大的成效. 洛杉矶空气质量得到了有史以来 最显著、最快的改善. 到1997年他卸任之时 洛杉矶每年超过联邦政府 臭氧标准的天数 已经从164天降到了68天 污染的峰值水平也降低了40% 很多洛杉矶员都记得 90年代,蓝天白云终于回归了 You've been living in L.A. for... Most of my life. That's maybe more than 30 years? Yes. Just a little more, yeah. When were you, I mean, satisfied about the air quality in your memory? Hmm, that's a good question. I would say probably in the early 1990s. Once I became more educated as a journalist about it, and I could go outside in the summer and actually see a blue sky like we have today, as opposed to what I remember as a child, You know, people weren't getting sick as frequently. When did you start to feel satisfied about the air quality? Do you remember that? Definitely in the 90s, things were better. It was gradual, so it was like you didn't really notice, but all of a sudden one day, I'd be out driving with my daughter, and I remember telling her, we were driving north, and I told her, you see those mountains there? When I was growing up, I couldn't see those mountains because they were covered with smog. She couldn't believe me, so... But I think it didn't happen overnight. No, it's a very long process. Decade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of the Middle East, the James Lunds, has a broad sense of moral moral view. Compared to the culture of the world, she likes a quiet city. To prepare the environment, she will always go ride car or drive and drive the car. She's kept trying to use the Bemidian chemical emicions. In her leven, she is 18 years after the age of today. I saw her, routine, and left behind her, the retired home life. This building is located in the city of Lozangichtet. She published in the house on the ground. The house with the solar power and display the station. Even in the charge of all the energy issues, all the energy-related things in this race. 这就是把电池移动的电池移动 然后把电池移动进行的系统 哦 从电池移动 这就显示了552kW 现在因为它是晚了在天 总共的日子做了22kWh 然后它供电池移动到我们的房子 所以电池移动是由电池移动的所有电池移动 即使掏更多成本 仁慈依然固执地选择环保的生活方式 在阳光充沛的加州 水资源相当珍贵 在旱季 洛杉矶政府甚至规定 每周只有两天才允许居民削花灌草 仁慈便用水桶收集雨水 循环使用 你认为每个民党有一个责任的责任 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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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我认为每个民党有这责任责任 我尝试自己的责任 如果你看到我的房子 你会看到我会有水桶子 水桶子 我会有水桶子在楼上 它也做到 cadre确 Jose 它有后面的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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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远於私房子 illegal人 嗦 如果试乎稳 自于在计栈 因为我们连至 Bernabe子 它可以充電賣 我們從來自燃電腦的電腦 所以我認為 大家都不能夠做這些改變 但我認為我們都可以 做小的改變 事實上 人們的觀念和生活習慣 也的確在潛移默化中 慢慢轉變 1976年3月15日 時任加州州長傑瑞·布朗 希望加州居民改變生活方式 盡量拼車或乘公交車上班 以此減少一個人開 在私家車占用道路資源 並增加排放的情況 擁擠不堪的 盛摩尼卡高速公路上 由此出現了 第一條拼車專用的 零行車道 當時事與願違 這造成了其他車道 愈發擁擠 混亂不堪 到了1976年秋天 就不得不終止了 而如今 洛杉磯的各條高速公路 都設有拼車車道 供一車兩人以上者 快速通行 拼車車道也向零排放的 機動車散開 只要你開的是 新能源 混合動力 電動車 即使獨自駕駛 也可以使用 這個週末的下午 我們來到了 胡哨姬侄子 Ryan的家裡拜訪 希望了解這個華人家庭中的 新生代對於空氣污染的看法 很巧 我們到達時 Ryan也正駕駛它的混合動力 剛剛抵達 最近我買了 一般的公共車 它是電動車 它是電動車 一般 剛才 在年末 我已經開了 八、九月 我已經開了 它是比较高的,它是比较高的。 初期,我认为它是很好的选择。 我认为我的支持, 我认为不同的方式生活, 我们不必须要靠着水货, 而且它是很好的環境和空间。 How much more will pay for and so-called environmental friendly vehicle over a traditional one? I think maybe it might have been like seven or eight thousand dollars more something Every year? No just initially and then but after that I'm saving actually just in just from paying gas Like I've only filled up three times and then my energy bill it has gone up But it's gone up maybe twenty dollars as opposed to saving forty dollars a week that I was paying in gas 在洛杉磯大大小小的居民社區 NGO組織會在周末舉行環保節活動 為居民免費進行車輛排放測試 介紹新能源汽車的特點 普及政府相關補貼知識 並現場接受依舊換新登記 在這個拉丁裔和亞裔聚居的社區 志願者們擺攤接待居民 解釋加州政府對於新能源環保車輛的補貼政策 看到我對於新能源車相對昂貴的價格心存疑慮 志願者米歇爾熱情地解釋了起來 If you're interested in buying a new electric vehicle in California You will receive a rebate of $2500 So there's a rebate of $2500 available from the state And then there's also a $7500 F地 cuten Zwef So a combined total of $10,000 worth of incentives Towards the purchase of a new electric vehicle 能省钱 又环保 对于勤俭务实的华人来说 自然相当有吸引力 在环保节现场 我遇到了来自中国的 黄小姐四口之家 他们家已经服役了 十几年的零制车 之前未能通过尾气排放检测 已经必须下岗了 是一部98年的NASUS 但是就是毕竟是车太久 然后就是很多功能上面来说 就是已经退化了 然后就是的话 烧油特别厉害 我们就是挺想换的 而且再加上有这个活动的话 那肯定是更好 对 那这次打算来换一辆 什么样的车呢 应该是想换一个邮电的吧 打算买的新车 大概在什么价位呢 可能就是想要说一万多吧 暂时对 因为只是用来它上班用 那你现在估计 就是参加这个活动以后 可以为你们买新车 节省下来大概多少钱 有没有算算这笔账 最少的话有一个三四千多吧 三四千 对 这个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以旧换新之后 那些被废弃的重污染旧车 将会何去何从呢 答案竟然是当众撒毁 在这场环保节上 一辆老旧面包车 在社区居民和媒体的注视之下 变成了一堆废铁 场面相当震撒 以旧换新 政府补贴的项目 是由拉丁义州议员 凯文·德里奥发起的 为了更好地接近 他所代表的社区选民 每次的社区环保活动 他都会参加 亲身了解居民们的要求 普及环保知识 凯文·德里奥所提及的 碳排放限制和交易 也就是cap and trade项目 是基于市场 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机制 目前加州一个州 由此涵盖的排放规模 在全世界范围内 仅次于欧盟 在全方位的政策扶持下 加州的新能源汽车产业 一马当先 著名的特斯拉 就位于加州硅谷 长久以来 人们总觉得 选择电动汽车 是为了环保 放弃速度和体验的牺牲 特斯拉的出现 扭转了这种刻板音效 獨算认为 我们相信 arf移转移转 aud觠观 BOND modo是 模式的 小 vont blox性 我们 气候 通过 似乎 沒有煙燥煙,沒有煙燥,沒有煙燥 但人們沒有意識到的是,一般的電車 以為它設計的方法,可以成為一個更高效能 而且更安全的方法 但仍然依然依然依然很貴 人們可能想要是環境適的,但仍然不可以 這會有時間的 所以我们没想到这样就设定是一个费车的车, 只是去做费车的老板, 最后的事是,像一篇早上的新技术, 开始是很费车, 但当市场接受它, 当市场增加, 价格增加, 那是完全是什么成为 Tesla。 你认为所谓的《绿软软软》设计的概念 目前为止是富有的吗 有很多人在做什么能够 所以你不再看到人们 购买很大的大软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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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全球创新创业者向往和聚集的胜地 加州硅谷是技术日新月异孕育发展的摇篮 2015年年末全球第一款轻燃料电池车就在这里面世了 不需要加油不产生尾气所有排放物只有水 这一切以前在科幻中才会出现的大胆想象如今都成为了现实 这是全世界第一款以液态软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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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 的地方也会有充电桩 氢燃料电池车的出现 无疑将会再次带来 补充能源续航的新挑战 2015年年末 全世界第一座加轻站 已经在加州首府 萨克拉门托投入使用 很快便会扩展到整个加州 这是美国的第一个 第一个市场的电池车站 第一个是 你可以乘坐 放在你的电池 然后充电池 你也要这么多的市场 那么 how much should the drivers pay i mean for per unit the price per mile driving a fuel cell vehicle is about the same as driving a gasoline car the big difference right now is gasoline prices go up and down like crazy hydrogen stays very very flat in price how much right now it's the equivalent of paying about three dollars and fifty cents a gallon of gasoline and the reason that we talk in equivalency 尽管如今的洛杉矶 比起雾霾肆虐的上个世纪 空气质量已经好了太多 但它依然是全美空气污染最为严重的城市 加州也依然是空气质量相对最差的州 现在我们看的方向 就是洛杉矶的市中心的方向 应该说在今天天气比较晴朗的情况下面 还是可以看到一定程度的雾霾的空气污染 体现在空气不够透彻 有轻微的淡黄色 这个黄色是什么物质 这个黄色就是光化学烟雾 主要就是臭氧 与张牙五爪的细颗粒物PM2.5PM10相比 臭氧要低调得多 然而它其实更加可怕 臭氧几乎能与任何生物组织反应 对呼吸道的破坏性极强 会刺激损害鼻黏膜和呼吸道 轻则引发胸闷咳嗽 咽后肿痛 重则引发哮喘 导致上呼吸道疾病恶化 还可能导致肺功能减弱 肺气肿和肺组织损伤 而这些损伤往往不可修复 同样臭氧也会刺激眼睛 使视觉敏感度和视力降低 它还会破坏皮肤中的维生素E 使皮肤长出皱纹和黑斑 但 according to the best estimates 雾霾限制指数 把2008年小布什政府执政期间的 75ppb 也及十亿分之七十五 再度降到了十亿分之七十 相当于每立方米 0.07微克 很多环保专家都认为 这越来越严酷的标准 对加州考验最大 不仅因为加州 依然是全美空气质量的差等升 也因为加州还有16个郡 连目前75ppb的宽松标准 也没有达到 联邦环保局给了加州 最为宽容的实现 2037年 足足比其他州线 多出了12年 很多州线的地方 已经影响了 因为我们有 我们有 最终的 不仅仅的地方 所以我们有 最后的最低的水质量 在西方的最低的水质量 第二个最低的水质量 是在西方的最低的水质量 在西方的最低的水质量 所以这些水质量 在西方的最低的水质量 所以这些水质量 在西方的最低的水质量 所以我们有 更加上的水质量 我们仍然没有 遇到古类的水质量 我们仍然有 要求 所以 所以 一些古类的水质量 比较更加上的水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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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电厂 制造业 和其他产业 都将为此买单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 是永恒的两难选择 希望拥有清洁的空气 如果一定要牺牲GDP 值得吗 I would have to admit there were people who were hurt you know in the process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re were many people being hurt by the air pollution so it was a constant effort to try to balance the impact on the economy and the cost of pollution to public health What about the cost of treating thousands of people with cancer or dealing with somebody who is now chronically sick the rest of their life the studies of almost all the studies show it is far cheaper to do that than to pay for the damage done to human health overall though it does take money to clean up the environment it's more than offset by better health less hospitals fewer doctors and a more productive citizen 这里是洛杉矶的第一座 空气污染监测站 是鉴于光化学污染肆虐的 1955年 在1979年呢 它被转移到了这里 位于洛杉矶市中心 供水供电局的楼顶 那么可以实时地测量 空气污染的主要数据 每天工作人员都会在这儿 收集24小时的空气样本 然后拿到实验室 进行计算和测量 以确定空气质量和污染水平 每天数十个这样的监测站 都会24小时不停歇地工作 把臭氧PM2.5PM10等空气污染指数 实时记录 实时发布 在加州 你使用智能手机在线查询 便可以立即获知 自己所在位置的空气质量 实时情况 除了密密麻麻的汽车以外 负责着美国半壁江山货物运输的 洛杉矶港和长滩港码头 是洛杉矶的经济支柱 但长久以来 也使雾霾治理停滞不前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 码头 运输公路和铁路附近的居民 罹患癌症的比例 是全球平均值的6到60倍 这里是全美第一大港口 洛杉矶港 它和位于不远处的全美第二大港 长滩港一起 是组成了全球第十大繁忙的货运码头 每天负责着全美40%的进口 和25%的出口 我们都知道货运码头 通常是空气污染的重灾区 除了货轮的排放以外 每天有成千上万辆的重型卡车 喷吐着黑烟 在这里吞吐货物 2005年 洛杉矶是意识到了这个严重的问题 开始了雄心勃勃的清洁空气治理计划 我们看了所有的主要资源 的汽车 汽车 车 航空航空 航空 航空 汽车 和 和 工 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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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的洛杉矶 距离第一场震惊世界的光化学烟雾爆发 已经过去了70年 环保 日益成为 无论政府还是企业 不管老人亦或孩子 所持有的共识 2013年 洛杉矶市市长埃里克任名环保学家麦特皮特森 担任洛杉矶首位可持续发展部门主管 两年多以来 他带领着一个五人小团队致力于为洛杉矶人创造 拥有更清洁空气 更干净水源的生活环境 我们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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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半 我们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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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能够计划 我们在区别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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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从区别人 我们现在上升 区别人 我们现在在区别人 70年来与空气污染斗智斗勇的故事 我深深地感到 致埋不仅仅是政府的责任 还关切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要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 牺牲甘之如頤的生活方式 很难 但在如今的洛杉矶 我见到了越来越多的人 关注环境 他们在车行天下的城市里 减少开车 开清洁汽车 或者选择骑自行车和步行 他们说 每个人都做一件小事 这个城市便会大大不同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一件事 做一个改变 在我们的生活方式 做一个选择 让我们在世界上减少 我们能够有深厚的影响 在我们的气质 和在我们的生活质量 在南加利福尼亚 想想什么 我们能够做 if we all just do one thing 我们就注意120 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件事 我觉得我们在中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